金正国刚刚一成立朝鲜战争爆发 9月15号1950年9月15号美军人船登陆 当时我们国内百废戴心急需建设 军队正在大量转业复原 根本没想到朝鲜半岛跟美国打成仗 完全没想到 我们也不愿意打成仗 所以当时提出了一个警告线三八线 要求美军不能过线过线不行 我们的警告迈哈瑟接到根本不信 杜鲁门很着急 美国总统杜鲁门专程飞到威克岛 与迈哈瑟会谈 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发现了 东北边方军的集结30万 东北边方军 杜鲁门跟迈哈瑟当面会谈 中国人出兵怎么办 迈哈瑟告诉杜鲁门 中国人嘘声恫吓 他们30万边方军摆摆样子 吓死我们的 说你不要看他们别的 你看看中国这部历史 一个都没打胜 都打败了 他现在说 不让我们过线 他要干涉 他没这个能力 嘘声恫吓 中国人特别善于嘘声恫吓 所以杜鲁门是心满意足走 中国人不会介入 心满意足走 所以当9月15号 9月25号 美军人传登陆之后 我们的戴总参长聂文贞发出警告 明确警告 美军过线 中国绝不会直指不离 美国人理都不离 你这话一千里 10月3号凌晨 周来紧急约见印度 驻华大使潘尼加 告诉潘尼加 赶快把消息转到英国 转到美国 因为我们当时 以美国没有外交关系 只有通过印度 驻华大使把消息传回去 就这话 韩军过线 我们不管 美军过线 我们要管 这是中国 避免于美国 在朝远半岛迎头相撞 最后的机会 因为什么呢 10月2号晚上 政治局已做了出兵的决定 10月3号凌晨 最后一件机会 警告美国人 只要你们不过线 咱们就打不起来 韩军过线都可以 你们不要过来 潘尼加把消息 准确地传到了美国 潘尼加知道事关重大 美国人怎么解释 说潘尼加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传的消息 要把折扣来 10月3号下午 美国国务院的非政治回复 周路的讲话 缺乏法律和道理根据 因为有什么根据 你们管 你们凭什么 你根据在哪 所以10月4号 美国国务院的正式回复 不要低估美国决心 所以10月7号 不是麦克阿瑟下令 是杜鲁门下令 美国总统下令 美军越过三八线 直不平壤 所以就10月8号 毛泽东下令 着中国人民志愿军 迅计向朝远境内出动 中美两国朝远半岛 迎头相撞 我们后来访美在美国学习 以美方多次会谈讲事 我说我们不想跟你打这张仗 你逼着我们跟你打 我们一次次警告你们 你们一次次马上凑 把我们警告制作网文 美国后来说了 哎呀你们说话不明确啊 你们说要管 不是这管什么意思啊 没法翻译啊 你们还明确的说 我们过线 你们就出兵 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就不过线 你不讲这个 你想管 我不知道 其实他揣着明白装 胡说 他能不知道 他就是麦卡森的话 你看看中国糟糕 透顶那部历史 谁都没打过 他现在说管 他拿什么管 他根本不相信 朝鲜一仗 我们今天包括大学 包括社科院 好多人都想打错 不应该打 否则我们跟美国 改革开放更早 跟美国搞好关系更早 一批人在挖我们的墙角 我觉得中华民族 在那个特定时刻 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吉林平内战胜利 不足以在全世界华人 心目中建立这样 一个正确的合理性 合法性 这场仗不期而已 我们不想 他来了 我们没有后退 赢而成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西方一个经典的评价 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 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 他们看旧中国退让太多了 节节退让 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 不但不退让 是出境作战 绝部等等战火 延烧到鸭鲁江这边 我们再干 我们是跨过鸭鲁江 出境作战 维护我们的安全 我经常讲 我们进入全球化 从志愿军跨过鸭鲁江那一刻 开始 中国的全球化 我们融入世界 怎么融入世界的 跨过鸭鲁江开始 融入世界 美国人回忆 从中国人在整个超越战争期间显示出来的强大公持防御能力之中 美国基金盟国再清楚不过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 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 日本京都大学一个教授 你们的毛泽东 讲1940年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他说我们日本人没有人相信的 看你们这毛泽东 一说他就站起来 不可能的 1950年你们竟然在朝鲜出兵 他说把我吓